今天是2月20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放时间 大家看 挨股在昨天晚上迎来利好的情况下 今天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涨 属于一个震荡的行情 而且创业本来跌幅还比较大 在一个点上下 那在这一手行情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做 我在刚刚的视频上跟大家讲 这里已经面临的强压力位 对吧 60天均价限 那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A股能不能突破60均均价限 接下来的重点就在大权重方向 如果大权重不发力的话 A股想要突破60均均价限是很难很难的 那大概率会出现一个 是吧 压力位的一个回踩 那回踩后才是真正的进攻机会 所以不管是进攻还是特退 现在的重心都应该 放在大权重方向 因为他决定了A股 后面的走势 当然 有一些人说我不做权重 我就做题材 我就做短线 那么你的核心看点就在科技这一块 所以你把握好这个细节 我相信 哪怕A股出现调整了 A股出现大涨了 你也能够轻松的应对 能够抓住这一轮A股反弹的机会 使你的账户快速的回本 使你的账户快速的增值 那问题来了 现在这个时候A股出现震荡了 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整个盘面做一个收通 在讲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尤其是对大权重方向做一个技术解读 刚刚还有人跟我说哎呀 额阳这证券 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大家觉得能不能加仓呢 好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进入一个深入的解读 提醒大家 A股已经到了一个强压力位 六层军压线 如果你的票市署强势的核心的龙头票 还在涨停的还在大涨的 没必要纠结继续躺 但是你的票市署后排跟风的 是吧 整个板块起来了 人就这么 就那几个前排的核心龙头 还在涨停 后排的很多的就开始有点点什么 跟不上去了 成交量不足了 我觉得大家适当的要考虑一下 减点仓 撤退一下 以后等待回彩后的一个新的入场的机会 我觉得没毛病不纠结 前面跟大家讲过 讲得很清楚 这个位置 是存在大的压力的 而且你看今天 昨天在昨天晚上放利好的情况就还没吐过去 什么要利好 昨天春里开会了 说什么呢 就是要严查 严格的 什么去查处rpo ipo的环节 那么在ipo的环节当中 有些造败物造假的 还有一些设计到一些其他的 都要把它 仔细的查出来 另外一个 要装要把这些 不好的公司把这些垃圾公司出掉 轻出处 a股的这个市场 实在就是一个中方的你好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 现在明显的已经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拥堵的状态 大家可能会发现尤其是老股民是吧 2014 2014到2015年 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杠杆流对不对 当时的价 那个股票数量就在2000多加上下 那你现在多少 现在是5000多加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相比起 2015年 已经多了一倍甚至一倍有多 这明显的就是一个什么 快速的一个膨胀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膨胀过程中 尤其是在这几年就是这个 新主席就是 新主席上位之前这几年 对吧 2019年到2022年 到3年的这个期间 每年都有几百家上市 所以这明显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上市 造成这个市场的一个拥堵 就好比我们的人 对吧 如果你没有出现一个心情带涉的话 你想想 是不是会出毛病 股市也一样 天天吃那么多进来 但是拉出去的就那么一点点对吧 可能进来几百家 出去了就几十家 这个明显的就不靠谱吗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去年2023年 出现一波大幅度沙跌 一波大幅度跳水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记住 在今年以来 新主席上位以后 明显的这些就出现变化了 出现改观了 IPO环节的各个都在查 都在怎么 都在有序的这一个改变当中 还有就是 对于整个市场 积极的信号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我们没必有在像以前那么悲观了 但是也并不是盲目的乐观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在前面多次强调过 哪怕一轮反弹起来了 我们的重心还是在 还是在热点上面 龙头上面 对不对 要保护好龙头 保护好热点 你才能够吃到肉 才能够撞到钱 知道一定要注意的 A股反弹还在延续当中 当然现在核心看点就在大群众方向 首先要看的是中枝头方向 大家可能发现在今天上午 整个A股出现一个下跌 因为中枝头也出现跳水 但是你发现表现在中枝头是什么 红盘的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中枝头的资金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对吧 在早盘这个位置冲上跳水的话 我相信在这里大家一看这个中枝头 马上就懵了 然后就晕了 中枝头怎么回事对吧 可是你现在看 红盘的涨了 其实中枝头的行情我在前期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讲的很特征 而且在前期多期视频大家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他大概就会走一个N型 中枝头后面还将调面调前面的高位压力 那关键是 中枝头该怎么选这才是重点对不对 天天讲中枝头天天讲中枝头 但是很多人他做不对 很多人他不知道买 买哪些票 他不知道参与哪些票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 中枝头今天上涨的票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就能够看出其中的端倪 我说能够看出其中端倪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今天目前为止 涨的最好的是中性出版中式传媒 大家是不是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 还记得吧 我在早上跟大家讲中枝头的时候 这两个票的话 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封板的状态 你看没有 中性出版在早上的时候 它是属于封板的状态 但是现在他又开下来了 还有一个中式传媒在上午的时候 他也是封板的时候 下午他也是开放的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了这个资金这个封板的力度不是很强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枝头 资金的整体的关注度 朋友们 资金的整体关注度下降了 如果是在节前 节前 你看到前面几天 中枝头是不是很强 但是 节后一来的话 你明显的发现这个中枝头 你怎么 连个涨停板都封不住了 那这里是不是说明了一个态度 说明了一个问题 中枝头 它的什么 它的热点 或者说它带头效果被什么 被替代了 那么谁替代了 我谢谢大家都知道 AR科技是不是 这两天明显的AR科技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成为市场重点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这些细节 也并不是说中枝头就没戏了 其实中枝头是吧 还是市场资金的一个主战场 所以你要有助这些核心批种 还是有机会的 你看 你看前面的这些票 主要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 科技这一块 当然 除了科技之外 还有什么 今天本身比较好的 还有个方案就是什么 金融这一块也不错 金融这块也不错 你看像中国银河 中国银河代表是 确实 它出现一个急拉 这点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因为中枝头设计的盘面比较多 设计的板块也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区别对待 重心战 中枝头叠加科技这一块 这是大家说特别重视的 当然军工也可以去跟踪一下 军工他很多也是说叠加起战 叠加什么 叠加科技对不对 整体来看中枝头以前期人气票为主 保好这个细节 保好这个重点 前期人气票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不要盲目的去顶 他的利好感觉就已经兑现了 你看有新的利好出来了 所以他的资金关注度就下降了 那么资金的重心 以后变成了变成了点科技那一块了 好 那除了中枝头之外 大权的方向还有就是银行证券 说起证券 很多人非常的气愤 但是你不得不说证券 他对整个盘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还记得吧 在上午的时候大盘处有绿盘撒低了 可是你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大盘 一下子通了就拉红了 那么谁在拉 我不说大家应该也知道 看了这个就明白了 证券里面拉的是谁 直线拉升的是谁是 首创证券拉到涨前板 那正因为证券的一个拉升 导致整个盘面的一个进攻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 放掉一个进攻 还记得吧 在昨天我就讲的这个事 昨天整个市场都是属于一个 一个 上涨的行情 只有证券在压盘 尤其是在昨天找盘的时候 证券板块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跳水 对不对 有人就问我说 哎呀 额阳这个证券跳水了在下跌了 什么语音跌 我跟大家说很清楚是因为什么 放假期间出了很多利空 以后呢 他就问我说 那为什么这个 什么刹券的过程中我不能够割入 那这明显的有利空我就割入了 还记得吧 昨天我跟大家说很清楚 急跌急刹不要怕拨荒 如果是我的话 有超倍的话 我的急跌急刹 我是可以考虑加仓 考虑超过底的对吧 因为证券我就问大家一句话 问你证券板块 他在这个位置 是高位还是低位 如果你拉长周期 证券板块就是这几年的一个低位 所以他本身就在低位 那你怕个啥 你担心个啥 昨天之所以跌是因为有利空影响下跌 那你看利空一过去的话 今天不就起来吗 今天不就拉了吗 对不对 那现在证券不就起来吗 不就把整个盘面给带起来 所以昨天的这个杀跌跳水 对有些人说 他可能是害怕直接出头 但我觉得那就是机会 给大家说了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好那证券板块 个股的话也是属于一个轮动 而且也跟大家讲了很清楚很特色 人气票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 你就找前期的人气票 你看一下 今天的证券板块 涨幅居前的是谁 首创证券 花心股份 中国银河 郭盛金库 对不对 对了就是这么几十票 所以这些人气票又来了 那我们来看首创证券 是吧 5号突然就拉涨停了 那他这个涨停 对整个盘面就形成了一个积极的效应 他一拉整个证券板就红了 就跟上去了 那大盘不上去了吗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大盘想要涨 我们大盘想要出现一波大的行情 谁呀 证券必然要发力 哎这不就来了吗 那现在的行情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资金 就是这两天感觉有点输量 那么资金的重心就放哪里了 你看小票券商吗 人气券商吗 以这个人气券商拉伸 带动整个盘面进攻吗 不就得了吗 所以朋友们 像首创证券这种票的话 他在近期出现一个底部的一个 明显的一个放量的信号 放量的信号 是不是 那你想想他后期会不会有机会冲高 好了 除了首创之外 你看还有谁 华欣 华欣这个票 刚刚也是出现一波直升的一个快速的拉升 这个票在前期也是出现是吧 跨速调整 反向刹 走出这些刹 但不管怎么样 他的盘面还是 人气 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属于一个小票的一个券商 说白了就是证券板块 以小票券商为重点 当然一些大的一些 有重组预期的券商也是值得来注意和重视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你看这些中指头的一些券商 我觉得也没有必有太过的担心和纠结 机会还是有的空间还是有的 好 那除了证券之外 还有就是银行 银行的话 你看也出现了拉升 那么银行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被动拉升 我说什么被动拉升 因为证券涨了被动给贷钱了 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细节 人行板块的话 现在已经属于前期高位了 前期高位了 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去参与银行的追高 我觉得还不如去参与证券板块的低息 以及保险板块的低息 这个节奏这个处理还要更好 对不对 至少这个不会在高位接盘 因为银行的话很多票已经到前高压力位了 有的票涨了20个点 有的票涨了30个点 你这个社区最高银行万一银行调整的 是不是 所以而且你会发现没有 银行的走势 它现在有点跟风了 跟风什么 跟风证券 它的涨幅不是很大 什么意思 你看就是银行板块 现在涨了最多的就民生银行 涨了1.75 还有工商银行涨了1.7 对不对 就是涨了最多的才涨了一点几 可能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会发现哎呀 你看这个加速这段时间 从6块多涨了7块多 也涨了几十个点对吧 那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包括各光大 包括这些你发现问题没有 这些银行 他这段时间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趋势上涨 趋势上涨 但现在的这个走势还明显的没有赢 没有正确那么强了 没有正确那么波动大了 所以 你逢高减仓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你逢高去追高 逢高去加仓 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银行板块相比起这个 证券相比起保险 他现在明显的不占优势 我说的不占优势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现在是在高位 朋友们一定要保持理性保持谨慎 你现在去追高银行 我还会觉得不允许潜伏保险 不允许潜伏证券 好 除了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证券银行之外 保险板块 现在其实也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大家发现没有 保险票的话 现在是吧 6个票 只要2个票是 只要2个票是红盘的 其他票都是绿盘的 怎么理解 其实可以这么看 目前的盘面来看 你看 A股的里面的保险票 现在是不是低位 你比如说像中国人保这种票 对不对 他的位置其实是非常低的 而且业绩也非常好的 那么这种票的话 我觉得后期就存在了一些什么 或者说存在一些机会 你看 除他之外 他有一些其他中市场的一些保险票 其实他们位置都是非常低的 相比起银行 他更具备潜力 潜力更大 或者说空间更大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不要看着他 就是在这个位置不动 你觉得没机会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句话怎么说呢 潜伏等待他拉伸 以后在急拉快速拉伸的过程中 实现这个什么利润的落贷和兑现 这才是重点 我不说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金你就明白了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大家记得 在节前的时候 a股下跌 下跌的过程中 北上资金也就是外资 对不对 在连续几天 历市买入 历市流入 但是你发现在这 节前 包括节后 这几天出现上涨以后 尤其是昨天 今天 北上资金 资金在不断的流出 什么意思 那就是因为在在节前的一些低位 抄底的低息的 借着这个机会拉伸的过程中 人家获利盘出逃 获利盘减仓 或者说属于一个什么 条窗换股的动作 但不过怎么样 人家在高位赚钱跑路了 永远都是对的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一定要把握好这些细节 只要你做对了这些节奏 你才能够是吧 吃到肉喝到汤 整体来看 市场还是属于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周期 不要慌不要急 但是但是一定要记住 后排跟风的要 考虑及时撤退 不要再去追高了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